美国现役的航空母舰主要为10艘宁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这些大型航空母舰的排水量在8至10万吨左右 每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可以容纳70架以上的舰载机 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舰载机容量扩充至100架以上 当然这些体积庞大的航母却省略了大多数常规防御武器 除了雷达系统比较全面之外 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支配到海麻雀、拉摩等短程防空导弹系统 另外还有多部密集阵禁防系统 其防御系统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 俄罗斯的航母则不同 现役唯一一艘俄制6万吨航空母舰 库茨涅佐夫号拥有大批量的导弹防御设施 其中包括24G SA-N-9垂直发射系统 备弹192枚核12管3K45花钢岩反舰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另外还有8座CADS-N-1卡什坦舰的弹炮 结合防空武器系统 可多座30毫米舰炮 舰上领配了反潜直升机 并装备了10连装RBU-12000火箭伸弹发射装置 虽然库茨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数量不及尼米兹级航母 洛杉矶级福吉尼亚级核潜艇伴随 因此对美军航空母舰而言 安装太多防御系统显得多余 而且会几占飞行甲板和舰上的宝贵空间 影响舰载机作业效率 俄罗斯早期的航母发展理念和美军的不一样 库茨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事实上属于重型载机巡洋舰 其设计指标考虑了巡洋舰的领域 所以才拥有大量防御装备 这是不同发展定位产生的不同结果 当然 俄罗斯现在也比较认同美式航母发展模式 因此 俄罗斯下一代航空母舰也可能采用类似设计方案 俄罗斯下宝费